如果各位呢 我們剛剛講過它不是有三個平台嗎 一個是體驗版 一個是模擬器對不對 另外一個要註冊的 那麼如果你是體驗版跟模擬器 你要把你的層次保留下來 請看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有個鏈子 右上角這裡 你只要按下去 它會把你目前的狀態 就變成一個你專屬的網址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一個專屬的網址跑出來了 那麼跑出來之後 好像這個地方不能直接複製有沒有 但是沒關係 因為它跟上面的網址有沒有一模一樣 就是我網頁上這個網址是一模一樣的 你把這一串複製起來就等同複製下面這一串 所以呢你下次 你就 把網址貼上去 進來了就OK了 你的程式就保留在這裡 你不用什麼網頁另存心檔 不好 因為它需要WebDuno的什麼 SERVER才能夠執行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鏈子 確定把這個複製起來 看你要存在哪一個地方 就存在文字檔裡面 下次再重新打開就好 不過要留意一下 只要沒有改過程式 比如說我這邊改過這個 或是我調整過什麼 模擬器 改過之後要重新按一次鏈子 因為程式碼已經不一樣 像我們剛QRCODE一樣 是不是層次改過 再產生一個 新的 對不對 舊的就不能再用了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 這個是我們用 免註冊方式 去寫BLOCKER層次的時候 如果你想保留下來 就是透過這個鏈子 就算了 所以我要用它 解決了 還是要把東西放進去 你們要不要再用一塊 先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關掉 炸製 我們要不要再用它 我們要用它 我們要用它 谢谢大家